最近聽到有人說未來十年都會滯漿 我想一下是不是這麼厲害 有一個餐飲員的朋友跟我說 現在要是吃 要是不吃 因為法國食材貴了很多 法國出去吃就不值 我想一下如何退抗滯漿 可能是要滯漿自己 我想一下一個地方 跟大家來吃一頓吧 在馬琴住的朋友都知道這裡是哪裏 但他們可能不知道 這裡的星期日早上 就是一個飯店 我今天早上來了 我先在Lobby拍照 等著進去吃 現在時間到了 趕快進來 拍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種類都算多 都不錯 當然在馬琴住的地方 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吃到 在某某的哥爾夫球場裡 都在一檔 早前都可以吃 不過相對下 都是喜歡這裡多些 那它有冷盤 熱昏 有很多的海鮮 有很多的海鮮 還有Sushi 那 咖啡 咖啡 或茶 或果汁 是滷滷的 那 不錯的 那 至於價錢方面 就是 50元 以下有找 當然 未計算 小醬 和 稅 但是 今時 今天來講 你看看 它那個 吃什麼 其實都算 划算 還有 你不要忘記 這個是 Plunch 就是 你可以 早餐 下午 如果你吃得多 一兩點 晚飯都吃完 那你說 划算 是否 可以 抗 這個 激醬 你三七二十一 先夾多 一隻蟹腳 先 那 一開始 我就 不吃沙律 那 我先吃了這些 海鮮 那 有蟹腳 有蝦 還有 那些 紐西蘭 青口 那 它還有 有 這個 smoke salmon 和 美國的 sushi 那 真的 不錯 可以吃飽一點 謝謝 你 可以吃飽一些嗎 可以吃飽嗎 可以吃飽一點嗎 好 就 一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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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